第十四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到每日与诸同行第十四集 也是最后一集 这一集当中我选取的圣经 就是说到耶稣医好一个万眼的人 是两个万眼的人 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0章29到34节 经文告诉我 有两个盲眼的人在路边等候耶稣 因为耶稣和门徒离开了耶利哥城 在途中这两位的核子把握机会 大声呼喊 大胃的子孙可怜我们伯下 因为他们太大声呼喊 旁边路径的人就很不喜欢他们 就责怪他们、禁止他们 不让他们再大声哀 但这两个核子是非常逼切 喊破喉咙的大声哭叫 大胃的子孙可怜我们罢 喊到耶稣听见为止 结果耶稣当然听见了 而且耶稣也停下脚步 就叫两个核子来到眼前 然后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 是很启发性的 就问他们 要我为你们作甚麽 这两个核子就说 要我们能看见 于是耶稣就用手摸他们 就说你们看见了 就医治好这两个核子 好了 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 弟兄姊妹都听过的 特别的地方就是 在马太福音的记作 就说耶稣和门徒出了耶利哥城 但其他的福音书就说 耶稣是进入耶利哥城 这儿的确有出入 到底耶稣是出还是入呢 戒经家的答案就是 原来当时候耶利哥城 是有旧城和新城 即是说这两个城 是相距很近的 所以我们有把握相信 耶稣当时候可能离开了旧城 而在进入新城的途中 就遇上了这两个核子 耶稣对这两个核子 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 也都说了一句 很具挑战性和安慰性的说话 就是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各位弟兄姊妹们 这句说话今天对你和我 都是相当的重要 我们会想一想 在今时今日的世代 是一个很歪曲背貌的世代 是一个罪恶充斥的世代 是一个人心不安的世代 在这个世代当中 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围绕着我们 有我们的家人 有我们的同事 有我们的好朋友 有我们的轮舍 也有可能有些未信主的人 这些人围绕着我们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要问自己 就是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我们怎样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怎样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 我会在这一刻鼓励大家 来做三个追求的目标方向 第一个目标 我们真的需要在灵命操练上 继续成长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目标 我们需要在爱心和知识方面 都去装备自己 不单止我们有爱心 也需要有知识 装备好自己 第三个方面 我们应该在一些基础的课程 或者一些专业的课程当中 我们接受训练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具备有爱心 也有知识 能够懂得如何来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 今天在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 实在太多了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 但愿我们用耶稣对核子说的这句说话 成为我们每一天 我们过我们生活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世代的一个很清晰的回应 特别当主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现今是一个末世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天灾 有人祸 有内战 有外战 人心彷徨的当中 主耶稣回来的日子真的很近 到时候你是两手空空去见主 还是你是结出很多个果子 果子类类的去见主呢 尤其是你身边还未信耶稣的朋友家人 同事呢 你们的那个行动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们关心他 不单是肉身方面的需要 这个物质方面的需要 更加需要的 就是关怀他在灵性方面的需要 到底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得到拯救呢 有没有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的确据呢 所以当耶稣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的时候 巴不得求主帮助我们众大兄姊妹 努力地来为主结出果子 带领更多人归向祂 讲全福音 以至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是一个欢恩快乐 是果子类类的献情给我们的主 所以在我们的金句里面 我就会选取了 马太福音的二十章 第三十二节 圣经这样说 耶稣就站住 叫他们来说 要我为你们作什么